两目无纲 该到我们叙旧的时候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所有人请进 请进 准备进宫 慢着 出嘴 出嘴 没事吧 没事 差点俩门块报销 胖子 你这雷买了多少 传买了 你 你 真是 走 少走 我的 我的腿 我的 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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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认识我吗 伯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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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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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败架 说得没错 所以我每天都想着你 很快 我就要送你们兄弟三个 在阴曹地府里团聚 走 你 现在 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 所有的县城 据点 树林里的伏击 都是假的 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你们已经晚了 天照计划 已经万事举备 你们必死无疑 大哥 三地 我还是 让你们修好了 我问你 我二哥武冠少佐那 少佐他并没有和我妹姐回房 他在哪 告诉我他在哪 少佐 武人大佐让你回去 我警告你别拦我 下击我的也不客气 不不不 刚刚得到确认消息 武冠少佐已经为天皇玉碎了 我一定要报仇 我心里把你担心挤过去 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如果天皇陛下爱惜自己的子民 会让将士死在异乡吗 你给我站住 你想报仇 知道仇人是谁吗 如果你胆敢情绪妄动 坏了我的天照大计 我唯你是问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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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今天谁都不见 报告大佐 是第四科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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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大佐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报告大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不但除掉了武冈 咱们还粉碎了小武最对山局的青角 又打了一个大声仗 但现在国军连连溃败 大便疆土沦丧 不知道还有多少百姓有所要 我听猴子说 武冈临死前提到了你的天照计划 我不知道天照计划是什么 但我的直觉 这和日军袭击青城 还有强修铁路一定有关系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汇报了 我的判断 既然小鬼子收缩了战线 那么短时间内 战区不会有大的战事 咱们还得转件时间 查清楚这个天照计划 军区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报告 团长 正位找你 说是军区有紧急任务不止 知道了 那我先去了 老罗 你找我 是啊 老江 这是军区首长的集点 运送物资 这算啥任务啊 好 说是有一批重要的物资 被困在了青城 让我们立刻组织力量 运送出来 不对啊 这没完哪 什么物资有多少 目前在哪儿 都没说啊 好 我听说了 这批物资直接归属于中央 非常重要 所有情况一概保密 这就难办了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以前是没有 不过现在有了 郑少军 他是青城人 熟悉城里的情况 再加上他父亲的关系 这个人物只有他最合适 是啊 也只有他了 不过 他对他父亲 还有很大的误会 咱们要不 给他解释一下吧 不行 这个情况 我已经向军区首长求证过了 回答依然是为了安全起见 不得透露 原来你都想好了啊 害得我在这儿瞎琢磨呢 要不然 咱俩怎么能是搭档呢 这个任务 啥啥都没说清楚啊 咱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把他找来吧 行 村长 政委 你小子 鼻子还真灵啊 有一个任务交给你 保证完成任务 你连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保证啊 什么任务 这是 别这那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看完以后跟你一个表情 任务越是机密 说明越重要 明白 上级在京城还给娘排了一个联系人 他的代号是飞鸟 飞鸟 你的代号是狼王 你到了京城之后 在有间客栈租一间房间 在窗外挂一个空的鸟笼 飞鸟自然就回来找你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行动 任务非常重要 任何人都不许透露 是 少爵啊 地下工作 和山区作战完全不一样 你还缺乏很多经验 到了京城以后 这个飞鸟 就是你的直接上级 你要完全听同它的指挥 这不是要求 是命令 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集成 越快越好 那就明天 还有个任务 我希望你也能一并完成 天照计划 我明白 明白 我建议你回家看看 你父亲的关系 对你完成任务 会有很大帮助的 任务我保证完成 回家的事再说 来 爹 咱们这仗打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小鬼子不得不收缩战线 一部分 他们已经撤回了鬼头沟附近 另一部分 已经撤回了整个清城 这下真是太好了 我们终于有活动空间了 赶快趁胜追击 住口 我要不是为了你 以前那仗我都不当 臣生追击 那是去送死 我还是那句话 谁要是擅自外出 格杀无论 什么 爹 爹 咱们驻守清城的那些军人 被小鬼子打得那么惨 咱们总算是搬回了一城 您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 你侥幸胜那么一仗 又能怎样 现在咱们是身在敌后 小心点 小心使得万年船 您这哪儿算是小心啊 我看您就是胆小 是缩头乌龟 这 这当乌龟有什么不好啊 你没听人说吗 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那我要是那个老乌龟 我那命更长啊我 更何况这三十九团 是只金龟 您这样跟露天山有什么区别 那我跟他当然不一样了 露天山他死于非命 所以啊我得好好活着 您好好活着 生气了 什么时候到的 昨天晚上就到了 大哥 你知道川子要来啊 嗯 其实我能够参加第四课 全靠大哥的帮忙 这次调来卿城 筹建樱花公馆 也是他从中疏通 大哥 你怎么能这样的 真正不是女人的事情啊 我做这件事情 还不是为了你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只不过牺牲了一位兄长 就让你斗志全武 天天借酒交仇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那是我二哥是你弟弟 哎 五兄军 那又怎样 为了帝国的事业和家族的荣誉 再多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大哥 我觉得你现在 被荣运动的鬼迷心呛了 放肆 五兄军 大哥 其实 我这次表面上是来筹建 第四课的樱花公馆 实际上 却有重要的任务在身 参谋部结获的情报表明 有一批重要的物资 正在途经青城 转往延安 陆军司令部非常重视 要求我们务必拦截下来 哦 原来是这样 五兄 我现在正全力准备 天召集完的后续事宜 所以 这个任务 就由你来执行 在我没有找到 杀死二哥的凶手之前 什么任务对我来说 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 大哥 我们第四课 对中日两军之前的 一系列交战 都做了系统的分析 我们有理由相信 青城城内 活跃着一个复杂的情报网络 其势力对敌我双方都有渗透 而其中的这个政洁人物 不但可以帮我们 找到这批物资 我相信 也可以帮我们找到 杀死二哥的凶手 正在任务是谁 他 你也认识 谁 你 好 既然你想报仇 我成全你 残暮部的工作 就由你协助淳子完成 武刚留下的烂摊子 还要我去收拾啊 接下来我会经常不在 你们最好祈祷 卿尘不要出任何意外 武雄 带淳子下去休息吧 请留步 请通报吴先生 银花公馆的淳子小姐 与五雄少座拜见 请等一下 去 通报一声 嗯 这个无名和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你看他身边保护他的人 都不是泛泛之辈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他眼里 不过是加以利用的对象罢了 不过是加以利用的对象罢了 吴先生 只见淳子小姐 请 请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干的就是刀尖舔血的买卖 日本人能找上咱们 就说明咱们有价值 这年头有价值才能生存 军部需要的物资 我已经答应帮忙了 那你还想干什么 物资对我来说不重要 我只要一个人 谁 杀死我二哥的凶手 武冈受所阵亡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没有过过 我二哥万夫不党之勇 能设计杀死他的中国人 在整个青城并不多 哼 话是这么说 我不是来和你商量的 你也做不到 我都要去掉 咱们找到中间 能看อี subconscious 没有是曾经都能见数 我都姓家 我都安楽 都感到 nie 大家要 Quan PE32 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哪里了 没什么 有几句话我要跟吴敏交代一下 又是为了找凶手的事 怎么 你要像大哥一样训斥我吗 怎么会呢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你觉得吴敏会不会帮我找到凶手 我不确定 但是 我们除了他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参谋部 之前一直没有将八路 作为一个合格的对手 以至于我们对情报方面毫不知情 他不一样 他在八路待过 对 不仅如此 他还熟悉整个国君的情报网络 如果杀死二哥的凶手 确实是个中国人 恐怕我们也只有通过吴敏才能找到 我本来以为吴敏是个贪生怕死的叛徒 没想到 还真有本事 我们虽然在正面战场上横扫了敌人 但是 中国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太多了 如果不是这样 二哥 兴许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两年不见 没想到你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了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能够再次见到你 只有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才能在青城继续待下去 留在你身边 对了 寻找物资的任务我来完成 大哥要是追问你起来 我也会帮你开拓 你和吴敏商量得怎么样了 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明天的这个时候 青城应该会很热闹的 难为你了 谢谢你 为我做这么多 只要能够留在你身边 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我也不想让你一个人劳累 没事 我愿意 我都没想到你身边 我只是想到你身边 苹果還没提升 你这时候 我能够留在你身边 你这么说 你都不是 我真的愿意 你真正如和你身边 你这么说 来 德儿 喂 这位爷 最近有什么人来找过我吗 没有 那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吗 说实话 我说了您别生气 在咱们课上 除了您以外 就没有最奇怪的了 好 璐儿 你是去哪儿啊 我 我到处逛一逛 还骗我 拿着箱子逛一逛 你还真把你爹当傻子了 你说 你前些日子消失那么长时间 是不是跟巴露在一起呀 是不是他们要挟你 做了人质了 人质 嗯 那你别忘了 你爹对我的看法 他现在手握兵权 你说你的未来 到底是照顾我呢 还是要帮我呢 爹 没有的事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在那个山里边迷路了 多亏了人家巴露军 把我给救了 人家巴露军啊 可都是好人 爹 难道 你还不相信你女儿啊 行 我相信你 可是从今以后 你别想跑出去 来啊 团长 把他关屋里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能跨出这个大门口一步 是 爹 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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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关着我啊 爹 爹 爹 你肯定是在这儿故意读我的 爹 爹 别为难我们 爹 咱们回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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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心 不行 我得想办法混进青城公书 谈谈情况 再不行动 就来不及了 对不住了 我等不了你了 我等不了你了 我等会儿 做什么事 你还要走 你们好吗 你别会给我们我们 especial 帅长 你先真是 你做什么事 不然你做什么事 我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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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事 有事吗 报告大佐 这是我们樱花公馆 在倾城的第一次任务 因为人手有限 恐怕难以周全 希望大佐能够调集部队 予以支援 这个是具体情报 他真的愿意配合 这个请大佐放心 计划是他主动提出的 很好 那就明早六点出发 我会从旅团中 抽调一部分兵力 配合你们的行动 无名的性命还有价值 转移途中一定要小心 是 你们的计划虽然很好 但我不得不说 我并不欣赏你们情报部门的做事风格 您是说虚虚实实 假假真真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对于中国人的热情 似乎过高了 居然要调动那么多人 来配合他们这场假转移 我们只对有价值的人感兴趣 不管他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胡说 中国人怎么能跟帝国的勇士相提并论 这个中国人提供的情报 帮助帝国攻陷倾城 扫平周边所有部队 如果不是他的存在 天照计划不可能进行到现在的阶段 我倒是觉得 大佐 您是否有些 太过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战绩了 放肆 我让你来 是希望你能够安抚武雄 不是让你对我指手画脚的 记住 胜利 不是靠你们情报部门整体 吃和贿赂就能得到的 战场上英勇献身的勇士 不想再听到你侮辱帝国将士的言论 被指示言了 这一次我会配合他 但是 下不为例 出去吧 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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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在这儿啊 你的脸怎么了 告诉我谁打的 这个混蛋 五熊俊 这不关大哥的事 这真的不关大哥的事 放开我 真的 你听我解释啊 这真的不关大哥的事 耶 嘛 我 准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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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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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假转移不错呀 来那么多人 要不是这么一闹 我们还真不知道 原来清城城内 还藏着这么多敌人 好 你说吧 找我来干吗 看看吧 你会感兴趣的 怎么样 这枪法比你如何 不错 总算找到一个不错的对手 报告 吴禀求见 来得倒挺快 让他进来吧 是 春子小姐 你这个房间的味道真难闻 这些人和我要的凶手 以及参谋部组结的 重要物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还有 他们什么人 都查了 无法确定身份 你要是能看出来 还有我干什么 这个打死假无名的人 应该就是 你想要找的凶手 而且 共军的那批物资 唯有了美目 你为什么不听命令擅自行动 我接到的任务是在这里等一个人 而这个人迟迟都没有出现 我又听说无名要转移 所以我就没忍住 你等的是飞鸟吧 是 飞鸟日归零 狼王爷出身 你是飞鸟 要不是我去了客栈发现你不在 要定你刺杀无名前来接应 后果不堪设想 你知不知道 这个无名是个猫牌货 我中了日本人的埋伏以后就知道 这事啊 是我输过 您这次的任务 是刺杀无名 我这次的任务是寻找并保护 中央一批重要物资 离开警长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但是顺手杀了无名 这个欲望 我也很难压制 我希望你能明白 这不是在两军交战的战场上 情报工作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感情用事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全听了 江灯长跟我说 你不会很快的从苏联回来 还不信我 刚才说得也没错的 要不是任务紧急 我也不会临时回来的 你在苏联的学习这么快就结束了 本来是应该六个月 可是因为这次任务紧急 所以提前回来 这次中央有一批物资 滞留在京城 我在这里的话 你比较熟悉 所以上级就派我四个月就回来京城 给他转移工作 你说的上级是江灯长吧 我也不太知道 不过我只知道他的代号叫火风 这名一个赛是一个图 但都是鸟子味 你怎么那么批 你刚才说转移物资 那你的意思是 物资你已经找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什么 接下来的任务 是明天我跟你回家一趟 转移工作 需要你父亲的帮忙 去我们家 不 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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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容不得你 明天到博士书院来见我 记得 穿上这个 为什么 我也是啊 我真没想到会是你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明天晚上一句如何 地点嘛 就在你家里 我既然敢来 就会做到万无一失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快点啊 要迟到了 快点啊 快点啊 要迟到了 老师好 老师好 我的同学们都向我反应了 说都很喜欢你的课 辛苦了 谢谢校长 这是我应该做的 呃 这位是 啊 这是我们新来的同学 叫方小龙 啊 方小龙 龙 龙 欢迎欢迎 你上课去吧 好 走 好 这边 听说今天会有新同学来 来 起立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请坐吧 我这边的这位是 我们新来的同学 这位同学 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小龙 是哪个方哪个小哪个农民 方圆的方大小的小 农民的那 给大家写一下你的名字 你是故意 他们就是我们要运行的位子 来 没有啊 哎 这多少钱 啊这个便宜 吴先生 我们好像被人跟踪了 像是樱花公馆的人 来来来 看看吧 买一束吧 对啊 对吧 没人跟踪那才奇怪 那 我慢着计划把他给甩了 今天晚上不能注意点错 去见老朋友 我可不想迟到 来 来 这 十字抱歉 无蔽非常狡猾 我们跟丢了 一帮废物 卑职罪该万死 还站着干什么 去找啊 是 看来我们真的小看了这个无蔽 居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逃跑 这也不奇怪 无蔽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 就在于他始终捏着自己的王牌 今天给我们几个人民 明天给我们几份秘店 而最有价值的情报 却始终捏在他自己的手里 让我们永远不会觉得 他已经失去了价值 他这次 竟然还甩开了我们的眼线 无非就只有两种原因 一种 是他想跑 另一种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要见 想跑 不太可能 我五熊想杀的人 从来就没有活着的 他不会那么预准 那么 就只剩下第二种选择了 也不知道 他要见的那个人 真的能帮我们找到那批神秘物资吗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要见的 是能继续保住他手里王牌的 你现在觉得 你现在觉得 单凭你的力量 能完成这些任务 这些都是些刚出校门的学生 对他们而言 你的战略技术根本都不起作用 反倒是你父亲的势力和人脉 才有可能把他们带出清晨 谁能想得到 这次运送的物资是一个个的打货人 他们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 掌握着中央集许的各种技术 你看 那个叫绿超 阿省理工 化工学的才子 也是他们的学生会主席 还有那个女孩子徐燕萍 德国海道高大学 医学系的高材生 旁边的那个叫张峰署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要说他们是物资的确不太适合 但是他们也确非常重要 都挺有本事 你确定 你要见我父亲 以他的情况 你无法地出卖我们 今天晚上我去找你 到时候你就会给你 真怀念 你的学生时代 你还要怀念那段时间啊 那个时候你可不是个好学生 混是魔王 你在美国的时候也都这样吗 你在美国的时候也都这样吗 出门以后少了这份安全感 人变得老实多了 回国这么久 一直都在说日子 英文都丢得差不多了 来 这个单词怎么说呢 好了 来来来 为啥 你能思考 我发现 我不能 你从苏联回来变了 哪变了 变得神出鬼魔呢 你是不是旧事去东阳玩忍术也学了 你怎么那么贫 我没想到今天回来的就很突然 野人耳目 野人耳目 你没看到日本人过来的 那我们 要做得更像一个 那万一他们要再回来呢 这件事情 我可以关心的 你父亲那不是很坏人吗 我也知道他不是坏人 然而他不能干坏事 表面上他与商会会长的名义 帮助日本做事 其实安地里 还一直在帮助巴黎局 不管对于国局还是我们 他都是以为值得尊重的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怕我待会儿近年跟我父亲三连的 你也不想想 如果你父亲真的站在日本的那边 你怎么可能通过我们的政审 更不能假的巴黎局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你父亲的保密级别很高 我也是从苏联回来才知道的 当然了 就算我提前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 纪律 其实也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知道人又少也好 这次要不是急需他的帮忙 上级也不会批准 让我把他的知识前面告诉你 上级真有意思 我是他亲生儿子 害我误会我爹这么久 走 你现在是等会儿 这个世界 难道不会这么敞开人 走 别动 天色已晚安 主人不便回客 大叔 大叔 您老还是这么敬远 少爷 你还活着 我在底下闷着我 上来看看您 耶 还是老样子啊 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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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夫人 老爷 夫人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你们看看 我还可以叫他 是 可以 他还没说 你还没想到 哪里 是 你还没想到 那里 是 那里 这边 对不起 对不起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爹 没事就好 这位是 杜娟呢 高中同学 她以前来咱家玩过 伯父伯母 是杜小姐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越长越漂亮了 好 娘还以为 你给我们 带回二媳妇来了 娘 您一个话说呢 好 来 进来吧 好 来 娘 能吃到娘亲手做的菜 真开心 可不 你都很久没有吃家里的饭了 肯定觉得香 也是敢巧了 今天啊 我心自下得愁 敢巧 什么意思 还不因为你爹 你们慢慢吃啊 我还有点事 爹事怎么了 他今天晚上会来个客人 所以 要提前去准备准备 什么客人 你爹的这些事 我也搞不清楚 不管他了 少君 你要不要去帮帮伯父啊 你要 你们慢慢吃 我去看看店 好 你吃一点 你吃一点 杜小姐在哪里高酒 我在德国人开的一家私立学校 博士书院 教历史的 那个地方我知道 挺好的 还习惯吗 你住在哪里 我刚来京城住在客栈里 你怎么能住在客栈里呢 妈 我们家里有客房 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 妈 多不好意思啊 这有什么 你都把少君给我送回来了 我谢你都来不及呢 小娟 把那间客房去准备准备 是 夫人 来 多吃一点菜 谢谢伯母 伯母你吃 来 爹 这些日子在外边 吃了不少的苦吧 泳泽 还有友德他们 我知道 他们都是你的好兄弟 不过你还记住 你还活着 就有给他们报仇的机会 知道 不过少君啊 有些事情你也做得不太对 既然活着怎么不给家里 删过信来 害得你妈妈经常夜里喝不上烟 儿子不孝 我不应该怀疑您 害得你们担心 对不起 你是说和日本人的事 没想到我把自己的儿子给骗了 那说明我还饱到未老啊 爹 我真的不知道 男人 都有自己的秘密 爹 其实我这次回来 你们原儿俩原来在这儿啊 你要 把人家杜鹃姑娘一个人冷落在外面 那 那我这儿就过去 少君 杜鹃姑娘娘见着了 她人不错 举止大方得体 长得也漂亮 真不愧是娘的儿子 好眼光 娘 目前她还成不了您的儿媳妇 还不好意思呢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你要记得好好把握机会 老爷 既然少君已经回来了 这张照片再这么放着 就不吉利了 没事 娘 搁着吧 这张照片照得还挺惊人的 既然少君已经说了 就按她的办 继续在这儿陪着吧 你们爷儿两个啊 真是越来越像了